大家好,我是格子,刚才我这头没事刷手机啊,看到一条这个外籍华人发表的言论啊,看完了我就特别的气愤啊 他说咱们这个对于新冠肺炎的这个治疗费用,还有隔离费用,不是免费的吗?为什么到我们这就收费了呢? 我就想说你还是中国国籍吗?而且你交医疗费用了吗?国家落后的时候,困难的时候,你入了外国国籍,现在国外疫情散烂,你回来了,你拿这儿当避难所也就算了 我们包容你,对不对?但是你还要求这,要求那,就不对了吧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啊,现在出问题的,都是那些外籍,返京的华人 什么拒绝隔离了,不戴口罩,出门跑步了,不服从管理了,对不对? 我就想说,既然你到了中国,对吧?你还把这儿当自己的家,你就遵守家规,对不对? 就算是外地的朋友返京工作,也要居家隔离十四天,对不对? 我们中国人,没有说,歧视你们,对吗?我们都一视同仁,我们自己也需要隔离十四天,对吧? 何况你是外籍华人吗?你凭什么例外,对不对? 你为什么有那么多要求啊? 行,这个说完心里出贪多了啊 出贪多了啊 好,那朋友们,那你们怎么看呢? 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留言区留言啊,咱们向我交流